喜欢的股票终于下跌了 何时买入最好呢 原来机构建仓形成底部都有此信号 学会此方法 跟装买入简单又赚钱 大家好 我是专录 机构想要盈利 必须要筹码 这就需要建仓 建仓就会有资金的流入 而资金流入就一定会表现出来 那么如何能够轻松实破 机构的建仓行为呢 今天让我来分享机构操盘专用指标 WR的天衣无缝抄底战法 内容都是干货 建议点赞订阅反复观看 我们先来通过一个实战案例 来了解一下 什么是WR的天衣无缝抄底战法 WR指标作为非常经典的摆动力指标 当它的两条线能够达到90之上 并且出现双线粘合 这就代表极度的超卖 也就是抛售的力量几乎已经衰竭 尤其是在股价的连续下跌之后 会出现这种信号 也就是抛售衰竭的标志 但这里并不是一个安全的买点 因为呢机构的建仓还不明显 有的时候可能在抛售衰竭之后 会持续的震荡 有的时候可能时间较短 但不管怎样一旦后面出现第二个信号 双线都跌破80 图中的这条黑色线就是80 那么这就代表了激进的抄底买点 如图所示 这个位置就是双线第一次跌破80 在这里买入之后 股价果然出现了持续的大涨 我们在使用这个方法时如何提高自己的命中率呢 当然我们要根据机构抄盘惯用的机构参数 才能成功率更高 那么它的参数是多少呢 我们来看 WR指标呢 参数修改 一定要注意 它是通过顶底的超买超卖来发现股市的趋势反转信号 那么如何修改呢 我们先要把其中的一条线修改为21 原始参数是10 再把另外一条线修改为42 原始参数是30 这样修改之后的成功率就会更高 而且更加贴近机构抄盘的参数 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例 在实战中 如果能够结合蜡烛形态和成交量 你的成功率会更高 图中的案例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位置 图中的股价连续的下跌之后 WR的双线来到了90之上 并且双线合一 这代表抛售力量衰竭极度的超卖 但这里并不是买点 而随后两条线都跌破了80 如图所示 这个位置是一根大阳线 高开高走 蜡烛呢 形成了一个非常经典的蓄日东升的形态 而同时我们看到下方的成交量也是高于前面的音量 这代表这一次股价在突破的时候 不仅实现了WR的双线跌破80 是一个激进的抄底买点 同时如果分析蜡烛和成交量 我们可以得出另外一个结论 那就是这是一个强扬放量 这说明呢更加可靠 果然买入之后股价几乎没有停歇 一路上涨 通过这一次的方法果然做到了跟装吃大肉 关于WR的天衣无缝抄底战法 你学会了吗 有任何相关问题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如果想学习更多机构操盘行为的知识 欢迎大家点击屏幕上方的免费报名听课 我是爱分享股票知识的专录老师 关注转发加点赞 下期精彩持续看 请大家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